到非常炎熱的天氣 中午溫度高 但現在太陽下山之後 溫度的降幅就非常的明顯 還是要提醒大家 早出晚歸的朋友 騎車一定要特別注意保暖 那我們來看看幾個觀測資料 第一個 溫度最高的地方 大家如果還記得 昨天板橋側站的溫度到了35度 今天的溫度更高了 到了35.3度了 板橋是全台灣溫度最高的地方 然後整個台北盆地 也都在34度的高溫 紫環線指數 因為高山上面的雲層 沒有發展起來 陽光直接照射下去 玉山的紫環線指數 就達到了一個危險等級了 不過給大家看一個 最低溫的地方 也是在玉山的北風側站 清晨的溫度只有4.9度 這就告訴大家 如果你是到了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溫度都在10度以下 明天禮拜五了 有些朋友前往高山去活動的話 要特別的注意了 18號颱風 目前已經開始要轉東北走了 對我們 對日本都沒有影響 但是水氣會影響到的是日本 我們倒是天氣勤了 日夜溫差仍然是比較偏大 就來看什麼 先來看看現在的雷達 為什麼看雷達 因為雷達上面可以注意到 在山區到了晚上的時候 到有一些雲層的發展 主要南投的山區有一點 阿里山這邊有一些 還有高雄 屏東的山區 有一些零星的雲層 這個雲層就造成了局部的山區 有一些零星的短暫的 我後雷 真雨出現 另外海面上有些水氣進來了 有沒有注意到 水氣進入了 今天晚上的時候 在花蓮接近台東的這個區塊來說 會有些零星的降雨 地形性的降雨狀況 都會在花 冬之間 會有些零星的出現 雨量的部分不會太大 那我們接著來看一下 整個北半球的雲圖 看雲圖最主要給大家看的就是 颱風為什麼會往北走 因為最重要的原因 就在於這個區塊 這裡可就是太平洋高壓 所在的範圍了 颱風系統沿著高壓的邊緣 穩定的朝著一個比較偏 東北的方向走 對於我們來說沒有影響 對於日本的話 水氣會鬆上去 造成一些局部性的 降雨狀況出現 但北半球的雲圖當中 我們再來看到高緯度地區 從西伯利亞的冷高壓 正在逐漸的東移 現在冷空氣的強度 主要是影響是在長江以北 而我們台灣上空 可以注意到 在風場來說 有一點點偏著東風進來微弱 但是南邊有點水氣 明天今天晚上到明天會上來 使得在東部地區倒是早晚 會有些零星的短暫雨的機會 接著來看到衛星雲圖了 從這一張衛星雲圖當中 我們也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整個雲層的發展 颱風系統已經很穩定的 朝著東北的方向走了 等到明天它到達 日本的南方海面之後 海溫不夠 發展來說就會減弱 成為低壓之後 變性成為溫帶氣旋 而在我們台灣上空 隨著北方冷高壓系統 正在逐漸的東移 冷空氣主要在長江以北 而在我們台灣上空 是一個偏弱的 偏東北東風的影響之下 所以海面上有些水氣 就被帶了進來 而有一些局部的 僵雨的狀況出現 在花東地區 早晚會有些機會 從這一張顯示圖上 也可以看到 颱風未來的走向會快速的 往的比較偏的東北的方向走 預估到達了10月1號 禮拜六的時候 這邊已經變成了低壓了 之後在這裡就變成了 一個溫帶氣旋了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的話 這個系統是沒有影響的 但整體的天氣型態來說 隨著北方的高壓 在未來幾天 仍然是偏弱的狀況 但是它帶進來一點點 微弱的東北東風 使得明天開始 在北部地區的高溫 就沒有像今天這麼高了 今天高溫向板橋到達35度 明天的溫度會略降一點 大約在33度 感覺起來舒服一些了 你一定會問說 再來的冷空氣會什麼時候影響 以目前來看 這個週休假期的話 都在北方的冷高壓的 微弱的冷空氣影響之下 我們的天氣型態來說 算是一個非常晴朗 而且是穩定的好天氣 再來的系統什麼時候會進來 以目前來看的話 西北地區這邊的高壓正在下來 以目前來看 高壓的系統大約到了禮拜天 到禮拜一的時候逐漸的南下 而這個冷空氣 大約到週二晚上會開始吹進來 也就是說禮拜二的晚上開始 我們就會再受到另外一股 東北季風的影響 而禮拜二晚上 冷空氣開始吹得進來 溫度下降幅度 在週三的時候 相對的就會比較明顯 來看兩個時間點的 地面天氣圖了 這個時間點的話 我們先注意到 這是在10月4號的 地面天氣圖 下週二的時候可以看到 封面雲帶已經逐漸的下來了 北方的冷高壓 已經逐漸的通過長江流域了 這是下禮拜二 但是到了下週四的時候 可以注意到 整個冷高壓正在冬移當中 這就10月6號了 冷高壓的冷空氣 也都進到台灣上空 就會使得我們北部的溫度 降到21度了 白天的高溫 連30度都不到 大概只有在28 所以下週三以後 溫度的感受上來說 降幅會比較明顯 另外下禮拜三以後 因為東北風開始帶水氣 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就容易會有一些 局部的短暫雨出現 而中南部仍然是天氣晴朗 我們來看看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形態來說 舒服是有點涼白天的高溫 仍然在北部地區 有到達33 34度的高溫 但是新竹以南 可以看到在32 中部地區在33度的高溫 日夜溫差比較明顯 南部地區中午暖 在恆春半島的山區 阿里山地區 都會有些局部的我後震雨 東半部地區的話 是天氣晴 明晚的時候 有些雲層進來 就有局部短暫雨 但是到了外島地區 也是天氣晴 未來一個禮拜 可以注意到 雨的部分 在中午的時候 南部地區的山區 我後震雨 東半部地區 雲層多早晚地形降雨 六日都是好天氣 下週二之前天氣好 下週三的時候 東北風影響 溫度降幅到了 下週三到週四的時候 降幅就會比較明顯 歪島地區倒是到 下週二的下午以後 開始有所變化 小丁寧兩件事情要提醒 早晚涼 騎車要保暖 清晨黃昏陽光牆 逆光行車的朋友要注意